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下雨了之后真的挺冷 今天的温度大概也就两三度左右 晚上在零度左右 看邻居家的这些鸡啊 每天都跑到我们院子找吃的 这大公鸡大概有六七斤了 肉质是很好的 上一期的视频为大家分享了水摩石的制作过程 实际上想拍一个完整的视频 但是发电机的声音实在太巧了 没办法拍 只给大家拍了一个大概 水摩石已经做好了 今天下了雨 也不方便拍摄视频 大概从这边走过去 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吧 这边是盖眼的位置 已经打磨好了 现在也踩得很脏 白色为主 黑色点缀 显得好像有点点脏 对不对朋友们 实际上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办法改变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水摩石 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还是有一些失误在里面的 好多细节的问题没考虑好 这边打磨好 没有全部清理干净 实际上上面打扫干净的话 颜色会更亮些 现在是很脏啊 木匠师傅已经搬到这里面来做工了 清这些二楼的板子 这里面都是打磨好的 上面还有一层灰 看起来白颜色比较多 实际上还是有些黑颜色的石子 这些条子是看不到了 全部在底下呢 真的太难打磨了 我们水摩石做好了 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两边我们都贴了一层薄膜 防止这些污水全部会弄脏我们的木板 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显发不多说 这期的视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整个木房子开始铺二楼的楼板了 下了雨之后 我们就把这块薄膜给放下来 防止雨水啊 会打湿我们的整个塞壁 下雨之后地板踩得很脏 这边已经铺了一个上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楼板已经铺好了 塞壶大概一半左右吧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边是没有经过打磨 还有上漆的 上了漆之后颜色会更亮一些 现在我们是站在一楼的楼板 往上面看 整个楼层高度大概有两米多左右吧 在这中间大家还记得吧 以前是空着的 我们是加了三块楼子 也就是这样的方子 架在这个位置 让它变成楼子 上面呢 木板就铺在上面 包括这边 也是加了两块楼子 这两块新的 大家一眼应该就可以看得出 还有这个位置 也是加了楼子的 这里加了一小块 在卫生间的前面 那边是直接放在砖上 这里加了一块楼子 楼子 楼子在城里面买的 是村木 八十块钱 一块 大家觉得贵吗 之前给大家说过 为什么我们要把二楼的墙板 装了之后 再来铺木板 实际上 铺好了木板之后 就不好做工了 所以要把二楼的墙板 全部装好 然后呢 就铺二楼的木板 那边 穿风的 上面 就全部 铺好了木板 大家看到了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依然是两个木匠做工 一个木匠师傅 清这些板子 一个木匠师傅 在二楼 铺楼板 之前很早就给大家说过 二楼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山木 山木的板子 密度要低一些 但是也有它的好处 以后二楼人踩在上面 它的响声 不会那么大 基本上是没响声的 我们这栋房子 前些天就给大家说过 五住七的房子 走步的话是二尺二 走步是比较小的 有的房子走步到二尺五 二尺二的走步 它是就是说这些房子 间距只有二尺二 它是比较短的 做成的楼板它是比较密实的 二尺五的话 整个楼枕要更宽一些 做出来的楼板 它没有这么受力 所以五住七的房子 还是有点雨水往上面渗透进来的 所以以后木房子装修好了 这边还是要盖点瓦 或者盖点什么东西 把它这些雨水全部挡住 其实木房子最怕的就是漏雨了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建两层楼的原因 我们这边实际上也有一些人建两层楼的木房 但是我们这个位置相对于其他的地方是比较高的 建两层楼 基本上整个赛壁加上两边的排扇 好多地方都要被雨水给打湿 这样子木头房子啊 经过长时间雨水浸泡 很容易腐烂的 我们已经爬上了二楼 给大家看一下 以后整个二楼的采光 基本上就是靠这前面的位置了 视野没那么好 但是光线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往前面走过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 当然底架山是上面那一部分看不到 整个上面的楼层高度有二厘三左右 相当于在第三层我们要做一个阁楼 也就是在这边的房子之上要铺一层木板 看这些墙板装好了之后 装这些楼板就方便了许多 这些和立柱相交接的位置 都是通过仔细的去处理 严丝合缝的 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 木房子的隔音不好做 确实如此啊 就像我们这套木房子如果要做隔音的话最少要做两层板子 中间还要加上隔音棉 我就不清楚了像隔音棉到底反不反保行不行呢 还有做两层板子 造价会高很多 暂时的话就不会去考虑了 还是采用我们上市里面建木房子最严实的方法去做吧 装好了大概之后再看具体的情况 楼梯的话就是从那个位置上来了 所以我们的木板就从这里再铺过去 大概两米左右 把楼梯的位置给留出来 先铺堂屋的上面 以后这边也是一个客厅 二楼的话整体都是一个客厅 两边才是房间 这块位置就是一个过道了 从这里过去像一楼一样的 也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之前给大家说过 我们宁愿牺牲就是说 整个一楼和二楼房间的一个空间 我们做了一个卫生间的木房子里面 就是为了方便二楼所有的房间使用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这栋房子在二楼没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那整个二楼确实不好使用的 这个位置 不知道做窗户还是打上格子 朋友们有一些好的建议吗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们铺好了楼板之后 就要考虑整个二楼的赛臂 怎么去做了 按照一楼的房子 还是全部坐上玻璃呢 大家给我这些主意吧 这块板子 全部都要锯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紧挨着立柱的位置 多余的地方全部都要锯成 预见立柱的位置 就需要用锯子 给它切割出来 然后再开始安装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些山木和村木区别还是挺大的 这块房子就是村木 这边就是山木 现在要慢慢的调整这块木板 这时候最关键的一块木板 现在还需要木匠师傅 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边还有一丝丝的缝隙 这边处理好了之后 和这边就是一样的颜色烤缝 这个处理就比较简单了 用错刀这样子慢慢的修改 我觉得这个紧挨着立柱转角的这个位置 是最难做的 缝隙太大了一步行 留得太小了 又会把木板给挤坏 发现木匠做工是一个精细活 快不得也挤不得 只能一丝不苟的这样子去做 所以说大部分的木匠师傅 脾气都挺好的 差不多了 基本上这边的缝隙 已经没多大了 要反复反复这样子去调整 还是很麻烦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最边上的就需要钉钉子了 这边要固定下来 大家发现没有 木匠师傅钉这个钉子啊 都是斜着钉的 这样子的好处它就是板子 它不容易送到 再一个这些钉子 它不容易往外面露出来 所以说做木匠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细节 要注意到位 那整个二楼的客厅 估计要铺一天半的时间 今天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